我想現在說對於這個 英國他們的防疫的政策 當然英國首相 剛開始提出來這樣的論點 大部分的公共衛生或醫療的 都不太能接受 就是說我們也知道 在1918年的時候 當時的H1N1流感的大爆發 其實景況跟現在 其實沒什麼不一樣 當時幾乎大概有全球大概5億人 感染這個H1N1 當時這樣子流感 這個已經是 幾乎是100年前的事情 死亡的人大概是 當時預估就是5000萬到1億死掉了 現在人口數更多 所以帝國大學去做 這樣子一個預測跟預警 其實並沒有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你當你這個 完全沒有任何的 積極的這種防疫措施的時候 的確會是像這樣子 造成一個很大的感染 最後有一定的死亡的人數產生 這個事情就 對英國人來講 他們可能是 對於首相講出來這個話 大概很難接受 就是說所以他們 我們帝國大學這些傳染病的專家 才會去做這樣子一個 這個流行波的預估跟預測 所以講話還是得做一些事情 就是包括說 目前我們台灣在這個部分 就是做了很多的示範 很多的做法 那怎麼樣能夠去做這些疫調 能夠去檢疫 能夠去隔離 適當的去做這樣的防護 那的確當然會對疫情的減緩 所以會有幫忙 這個跟我們剛開始講 就是要減緩 拖到就是說有藥上來 好的藥上來 然後有疫苗出來 我們盡量能夠做 當然這個疫情 現在已經是國際間的事情 所以各國才會 也不只是說只有他們國內 開始去做 英國人去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開始他們歐洲各國 也是會一起討論這樣的問題 就是我發現英國的態度 真的轉變得滿快的 因為我們前幾天還看到說 他們週末的時候 還去喝酒狂歡 讓很多活動照常的去參加 可是因為現在的狀況之下 他們防疫的思維調整之後 很多現象就不一樣了 可以看到這個英國的地鐵 全世界最古老 而且最繁忙的地鐵系統 就空無一人 而且是在交通 關鍵高峰的時刻 是沒有人的 另外一個他們在超市的時候 也有這一個 搶物資 大家也避免近距離的接觸 所以就先把這個推車 塞滿了物資 大家就用推車來做排隊 排到你的時候 你才開始做結帳 不過我看到 他們還是沒有戴口罩 還是依舊是 而且這個交談的距離 也滿近的 所以他們的防疫的想法 雖然這政府有做一些調整 也知道說要囤積一些物資 可是顯然他們的這些生活上的 防疫的行為還是不足夠 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他們一個色情業的網站 經過統計發現說 業績變比較好 比之前的流量增加了8% 尤其是在晚上9點之後 還一口氣增加了16% 因為大家都沒事幹 他們現在已經要求說 很多人沒事幹就不要出門 有這樣的一個禁令 所以大家非常好奇 他們包括在機場 英國的機場 現在被人家形容是 所謂英國的逃亡草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之前其實很多人不會覺得說 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是現在很多人就準備要離開 回到自己的國家 可以發現之前原本拍到 這些機場的畫面 很多人都是沒有戴口罩 而且是掉以輕心 不過你看到現在 大家搭乘飛機 轉機的過程當中 其實已經開始轉變了他們的習慣 也開始把口罩戴起來 另外其實奧地利 我們可以看到 奧地利其實還蠻照顧他們的長者 這張照片裡面就可以看到 他們實施了一個措施 這個措施就是他們的超市 規定每一天的早上8點到9點 要進空他們的超市 專門提供給長者去安心的購物 所以奧地利這樣的措施 非常照顧他們當地的人家 除了奧地利的狀況 大家也發現英國 法國 法國現在狀況 因為他法國的領導人 就告訴大家 尤其他出來講話的時候 一個字詞裡面 講了6次說 法國現在是進入戰爭狀況 所以進入戰爭狀況是什麼 就在他們的街頭就看到了 所有的部隊都上陣 有人就懷疑 是不是因為法國的天性太浪漫了 我們昨天的新聞有講到說 就連在這幾天演唱會 超過10萬人的演唱會照唱 還有包括所有這些戶外的 大型的路跑也照辦 是不是法國人對疫情 太過掉以輕心 而且法國人的天性 就是不受拘束 甚至於要求進行隔離 在當地要求說禁令 不要出來玩的時候 法國還上街暴動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個性 逼著他們的領導人 只好下令 現在就是戰爭狀況了 大家不要開玩笑了 所以這一些軍隊戰車 全部都上到街頭 最主要他也是在 他們當地的醫院來做一些管制 避免民眾有非理性的一個狀況 大家可以看到 各地的狀況都不一樣 還有一些漏網鏡頭 像是奧地利的記者 他們現在訪問民眾 麥克風就這麼狹長 就是避免說近距離的接觸 大家還記得 之前日本就有一個悲劇 就是因為他們有訪問 一個疑似接觸的 有接觸史的人 訪問到一半的時候 那個人突然就接到 確診的通知了 所以就整個過程都錄下來 所以現在記者也是個 高風險的工作 包括昨天中和這個里長回來的時候 里長站在這個地方 里長當然戴口罩 里長其實也是有風險 因為他是屬於需要居家檢疫的人 大家就把他圍成這樣 保持安全距離 避免說跟他太近的接觸 現在很多 包括我們的採訪中心 也有這個 所有的麥克風出去採訪 我們回來之後 都一律要消毒 就是擔心大家會飛沫傳染的部分 很多觀眾問我說 現在除了勤洗手 戴口罩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提升防疫的效果 我想剛才講的保持距離 是當然是一個方法 目前來講 也是盡量就是說 也是維持自己的免疫力 要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保持自己身心的健康 這個我想也是另外一個 可以做的事情 適當的運動 當然這個還是 目前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現在很多國家 都祭出了鎖國的政策 最大的衝擊當然就是航空業 前幾天美股狂跌的時候 跌最兇的就是波音 所以包括外籍航空的台籍組員 現在已經放了一個月的特休 過去的歐美班 幾乎都是被拉掉了 空服員甚至自嘲 自己染了一個大白髮 他說等到回去上班 再染就好了 另外像是國籍航空的機組員 飛的時候也是飛時 飛行的時間也是大幅的降低 就有機師表示 這個飛機載客率現在算很低 但是還是要飛 要拚命的苦撐下去 因為飛機 待機的成本不會比較小 隨著時間一波波國家這樣子大規模爆發 所以我的班全部被拉掉 一口氣放了一個多月的假 對空服員來說真的少見 以為疫情影響 任職外籍航空的張小姐 2月5號歸國後居家管理14天 到現在還在休特別休假 這放假時間太長 讓張小姐 故意染一枕頭銀白髮色 等到回去上班再染回來 但現在啥時能回去還沒個底 尤其是歐美各國陸續鎖國 張小姐過去常飛的航線 像是西班牙 巴黎等等 全都被拉掉 原定月中會排出下個月班表 至今都還沒著落 飛時大幅縮減 如果用底薪跟一般班表比的話 我們是差了一倍 不只外籍航空任職 國籍航空的空服員也有相同情況 目前最近招募進來的機組員 還在等培訓 現階段飛時也大減 過去單月平均有80到90小時 清水約6到7萬 現在僅有40小時上下 掉到只有4萬左右 公司應該會選以五星價為主吧 這個月很多都是20到50差不多吧 鎖國政策 疫情發燒 航空業慘兮兮 根據前七十表示 非常成的波音機 747 777跟787 至少得載客6成才能打平 短程的空中巴士380 320 也得3到4成才能打平 就算不飛花費也很大 光是人員訓練考核 飛機待機成本都是錢 加上不願意放棄任門航線 再怎麼艱難也得苦撐 你飛機放地面上不飛的話 它很多資格都要消失 消失之後你要重新取得的話 要經過民航局的認可 所以也就變成說飛機一定要保持 所謂的熟飛 就怕各國再這麼鎖下去 航空業恐怕得繼續面臨艱難時刻 現在咬著牙也得撐下去 七月新聞聯志藍明台北採訪報導 現在很多人的病症是輕症狀 可能會自己服消炎藥 可是WHO告訴大家說 你千萬這個時候不要用消炎藥 會有後遺症 這怎麼回事 我想任何的這個藥物 還是得經過醫師的診斷 再來服用這個藥物是比較恰當 WHO提到這個消炎藥 當然是目前大家會恐慌 恐懼說自己是不是得了 這樣一個新冠肺炎 新冠病毒的感染 隨意用消炎藥當然是非常不治 包括隨意用這個退燒藥也是一樣 所以還是奉勸就是說 真的症狀開始來的時候 因為目前這個消炎藥 都還是醫師處方藥 在我們台灣是這樣 所以千萬不要自己去隨意服用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這個不像一般的感冒 或者是一般的流感 所以只要有一些症狀 你就要提高緊急 最好就馬上去看醫生 我們講說英國本來是佛系的防疫 可是他們一改佛系 現在要加強管制了 所以他們很多的校園 現在都已經是 暫時停課的一個情況 一停課就導致很多台灣的留學生 他們連宿舍都沒辦法住 所以現在想辦法要回到台灣 可是現在非常困擾 已經跟立委來陳情了 他希望說他這個機票的部分 要多幫忙一下 因為他們現在搶這個機票 單趟的經濟艙的價位 已經高達21萬元了 剛剛問一下說來回的話 平常應該是四 五萬 等於說是激增了大概5到6倍 左右的這一個價格 所以希望政府可以多幫幫忙 謝謝教授今天來跟我們 分享這麼多 那我們明天再見囉 Bye Bye